人民力量又跟大家见面 在我旁边的一位不用多介绍了 就是人民力量的头号人物 哈哈哈哈 即是通辑都可能是这样 排1号,就是房单 哈哈哈哈 就是刘佣 刘家鸿先生是我们人民力量的主席 其实我想安排访问刘佣 去澳楼之前我已经想安排这个访问了 因为我这个节目叫做人民力量 就是由开始酝酿成立人民力量 都打算做过节目 所以那时候那个执委会未选 我已经定了这个名字 这个节目的名字叫人民力量 其实多重意义 一来就是可以就人民需要的东西多些说话 透过这个节目 希望可以凝聚到人民的力量去争取他的权益 发挥这个人民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就是 就是这个组织的人民力量 也有一个类似半官方的候适 或者半官方的节目 可以宣扬多些人民力量的信念 以及基本立场 所以你自从当选主席 应该要第一时间邀请你上来 我以为第一时间给了这个节目我做 哈哈哈哈 立刻好啊 他说不要啊 不要啊 说笑 因为我当初设计这个节目 每集有一个主题 以及每集有一个重点 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节目 给多些的朋友 不单香港的朋友 香港的朋友 可以深入和进一步 了解香港各方面的问题 或者是议题 或者是某些组织 那么今天特意请你上来 就是重点讲讲这个 这个 区议会的选举 是 那因为 就是人民力量这次的参选呢 哇 真正可以说 一石 激起千丛浪 是 我想到你会说这七个字 是吧 哈哈哈哈 是吧 就是 因为 我们就 老实说说 人多又不算多 少又不是说好少 都不算少的了 我们现在是第三多的政团 是的 因为最多就是 民建元旗次级 民主党一百二十几个 我们已经第三多 多是公园会 我们六十四个 是的 就是我们刚刚好 独特的No.64 不是特意的 完全不是特意的 参选这些东西都有很多变数 所以刚刚好就是六十四个 就是我们当初就是六十一 当初公布的时候 其实六十一个里面 有几个都退选了 有错 又加了一些新人 其实到最后的那一天 其实我们都打算六十一 六十二左右 是的 有两个是其后加上去的 嗯 也都说到 最后那个就是 四点十五分 哈哈哈哈 才搞定好一些文件 拿过民政署 当初都担心了一些问题 最后登记了 就正式 六十四个 六十四个 是 那人民力量的参选 我想几方面了 那我们就先讲讲 就是 你作为人民力量的领导 嗯 就是人民力量的那么新的组织 好实话你就 在那个政坛上你就较为年轻的 是 你说你想学年龄比较年轻 哈哈哈哈 还是参与政坛的年支比较短呢 两者都是 两方面都是 就是如果你说 人家那些政党主席 是 是吧 那这个民权联谭耀宗比较我 是 是 那民主党何俊仁比较我 嗯嗯 那冯锦锦也比较我 是 冯锦锦锦现在不是主席了 是辽承你 辽承你 应该跟我差不多年龄 差一两年左右 是辽承 那肯定比较你很多 肯定 肯定 那这个新闻党那个又比较你很多 是 是 那就是唯一 就算是社民连那个 也比较你 当然了 他比较我很多 他比较我十年起嘛 哈哈哈哈 那所以 不同generation 就是你作为一个这么年轻的 就是捧一下拆一下鞋 这么年轻的才俊 就是领导一个 这么独特的组织 嗯 带领这一次这么有特色的选举 那你可不可以说说你作为一个 就是负责人 你怎么看这次选举 你觉得目的在哪里呢 呃 对了 首先就 所谓财俊呢 就是多谢我旁边的人 给面子而已 哈哈哈哈 还有刚刚回来的那个姓王那位议员 给面子而已 他们也不想做那么多事了 所以呢 就变成了财俊出现了 但是就是所谓啦 但是也有个机会参与这些 这个就是人民力量的领导啦 或者是执委会成立财修会 其实都没所谓 你不领导的 但是有一些post 一定要分工这样 那挺特别的 因为人民力量 首先很新啦 这个组织 第二就是其实它本身的成立 是有一个很独特的使命的 我觉得其实就是 本身我们几个组织结合 相信看这个节目的层次都清楚的了 但是那个使命呢 其实就是刚刚刚大家所说的 这个参选区议会呢 就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来的 我们结合的原因就是 其实这个就是第一个使命 那就是为了参选区议会 然后呢 在这个区议会里面呢 就是进行一个 我们叫做新民主运动 那之前有五区公投 之前在社民联当时 然后再进一波 就是做第二波的新新民主运动呢 就是其实 所谓民权运动 但是更加 就是要不要大家听得 比较明白的就是 其实就是要求 所谓香港的民主运动呢 要有一个所谓肉火重生 我经常都觉得其实是 而且有一个版图的改动 因为就是原因 都是源自民主党和民协 支持了政府的政改方案 所以我们就要在这个区议会选举 就是票债票上 这样跟他们对选 终于都来到了 这一天终于都来到了 所以是很特别的 因为就算以前参与 譬如就算我自己一向 小时候都对于政治有点兴趣 但是都从来没有想过参与 但是就算想完参与也好 就算是一个正常的 譬如政党啊政团 慢慢做下政策啊 不就是人们不正常啊 不是不是不是 老实说 是挺不正常的 我说是一个好的不正常 一会儿再说吧 就算是正常的参与了一个 譬如葬的组织啊 慢慢在社区工作啊 之后可能再做一些大一点的议题 就是不会那么急 是的 但是很急促就是已经是要立刻结合 而且很快就找到那么多支持者 可以参与一个第三多人参与选区议会 而且是一个禁所谓禁 刚才大家都说过 一只机器才重案 一个禁爆炸性的议题 就是你现在看到报名之后呢 所有的报纸每天呢 就是继续我们围绕啊 继续是维绕的了 反正到也都证明了 我们做这件事是很多人关注的 就是受到各方面 大陆很 即是刺痛了很多人 刺痛了很多人 太多人 哈哈哈 影响了所有他们很多的既得利益 所以更加特别是对于刚才大革命我 就是这样做 做了一个这么... 就是这么... 就是我们叫controversial 就是这么被人争的 一个这样的政团的主席呢 就是压力相当大 其实因为我... 这么争议的政团的主席 不是被人争的 都是被人争的 都是被人争的 我都一讲明了 我是这些自己台节目 所以压力挺大的 其实 因为... 没有想过... 就是自己也是初歌 甚至没有想过参选 所以... 已经去到社会参选 而且... 还要天天记者打来 又给你一些陷阱 你踩一下 又问你怎样 是不是追击公民党 等等 都要一路很小心地回答问题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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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特别的挑战 但是... 老实说 大革命你觉得我年轻 但是我都不年轻 我已经三十多岁了 其实... 我觉得... 如果... 有一个这样的机会 尤其是... 就是... 人民党里面几个组织的... 成员... 或者... 就是... 政坛的老手都给我这个机会 那么... 我觉得... 参与了这个所谓的领导呢 都是一个考验来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考验挺特别的 就是因为... 三十多岁其实在政坛 可能年轻 但是... 比如你看看外国的政坛呢 人家三十多岁开始都已经做... 很多州长... 就是很多州长、省长 三十多岁而已 你英国... 比如现在英国的财相 都未够四十多岁 三十八岁 这个... 这个... 所以其实呢... 也都... 在工作都做了一段时间了 那么... 其实都应该理论上是足够成熟 去... 去面对这些挑战的 那... 只不过是经验未必足够 所以呢... 都会愿意接受这个挑战 而且... 这个挑战很大 那... 那... 看看这次区议会选举 会是... 有什么出现了 那... 相信都会很大挑战 你... 你希望这次人民力量... 就是... 其实很短时间了 我们三月至... 就是... 筹槽成立了 正式是四月至... 就是... 叫做... 啟洞大会... 就是三号... 其实是几个月时间 是啊... 那你... 你希望作为主席 你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区议会的选举 你希望达到... 什么目标呢 其实这个目标都很简单的 就是将我们这个所谓新民主运动 甚至票债票上 或者撥乱反正的这样的运动 在一个... 选举的工程或者选举的过程里面 将这个消息再带得远一点 那... 大家知道四月三号开始成立了之后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的群众运动呢 我们的出席人数的支持度呢 都相当高的 尤其是在... 在泛民的政团里面 特别在七一 就是我们那个情势非常豪大 七一三四四七五围攻 甚至上个星期六的... 一个所谓... 九二四... 我们都占了超过一半的游行队伍 所以在这些... 会真正正走出来 做抗争运动的支持呢 我们相信已经足够 而且我们譬如有 MyRadio这个网台 或者我们在人网那里做 都已经有一定的支持者 但是... 这个是... 对于一个政团来说 都只不过是一个初步 和一个... 就是... 比较少... 一些人我相信是比较少重一点的一个... 一个...的形式 真正正要将一个政团的理念 要带出来给全港的市民呢 都是要靠一个选举 所以我希望... 在... 我先不要说议席的胜负 希望就是... 透过这一次区议会选举 可能透过... 现在报章不停...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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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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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這樣的立場 為何要票债票償 為何要撥亂反正 這樣的話 我覺得如果多了人認識人的量 並且可能透過選票 最好是透過選票 可以支持我們 但即使不是透過選票支持我們也好 知道我們的立場 然後可能慢慢進一步 給我們說服的話 這個我覺得 是我希望可以達到的 即是這個在網上的信息的傳遞 或者在網上動員 甚至是一些所謂群眾運動 你7.1也好 7.13、7.15 或者是9.24等等這些集會也好 即是這個是一個獨特的行為 獨特的一個社會現象 選舉是另一個遊戲來的 即是另一套的 玩法 群眾的互動 是完全不同的 人民力量剛剛成立 而你作為主席也是第一次參與 即是你的選舉 當然你問你的朋友 有些人應該參與多一點 即是你了 太多了 但是選舉這個遊戲 有些人玩 就是選舉其實不是人的 即是 什麼是遊戲 即是不是人的 玩的 玩的 即是一些野獸 是一些禽獸 即是很無情的 嗯 即是也都是很多的 即是很髒 即是很多卑鄙的行為 當然政治可以是很道德性的 是 是 魯小經常講康德 是吧 即是康德 即是都 將那個政治成為一個道德 一個規範的遊戲 是吧 但是香港 即是區議會選舉 區議會選舉 即是特色的就是 好地區取向 沒錯 其實是選保長 即是好似選內地那些街伯 那類的 或者台灣的話就是理長 理長 是吧 那就另一個呢 就是 就是 人力動員和資源方面的 喏 這兩方面 你們倆都沒有的 是 那你作為一個主席 你怎樣去令到 在這樣的歷史時空之下 在這樣的客觀條件 規限情況之下 在那個的資源 人力 錯配情況之下 或者在這個 跟其他政黨 特別跟民建聯也好 就算跟民主黨 公民黨也好 即是 他們在這方面 就佔了優勢 但是特別在主流傳媒 一面倒偏邦情況之下 人民力量其實站在一個 很不利的位置 即是 你怎樣帶領 人民力量 去突破這個困局呢 嘩 這個問題是很難的 大家 不過 這樣講幾個問題 剛才大家都講得清楚 就是說 我們在媒體上 已經是受到打壓 也都沒有人 沒有人給我們 但是 要反過來這樣講 人民力量有一個優勢 我們在網上 是最大黨的 這個是真的 這個肯定我們是 網上最大黨 但是網上最大黨 跟真正正正的 全港市民也是 不同的事情 我們唯有現在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是透過不同的方法 譬如去透過 做多些群眾運動 來繼續做群眾運動 然後 就是透過這個選舉 有這個所謂的辯論 就是 關於區選的辯論 就是 作要在這個 譬如 主流傳媒那裡 要抵抵出來 將我們的訊息抵抵出來 因為我們一直相信 其實 人民力量 走的路線是正確的 而且其實 很多人 是會聽得明白的 只不過是沒有辦法 去到他們的路線 所以這個其實都是 區議會選舉 反過來來說 也是它本身 已經達成一個目的 就是我們可以 在主流傳媒那裡 可以抵抵出來 資源那方面 幾樣東西不夠的 資源一定不夠 民主黨的那些說 大黨 和自從透共之後 一籌款 多到不得了 所以他們就資源多了 那個系統 運動得很順 公民黨其實 就不是那麼順 不過他們始終 一直建立了 所以都會有一定 我們就新 而且再加上 我們這些都是新手 我們資源方面 就怎樣都不夠 而且可能很多事情 都會有錯 第一就是要靠 譬如不靠你 你選舉選得多 所以經驗累積 可以帶給我們 第二 老實說 我們人民力量 真是一個 靠道德感召 的一個政團 我覺得 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們靠了這種 道德感召 真的出來支持我們 做義工 或者支持者 他們那個主動性 他們那個魄力 是比起其他 譬如我們之前 都有做其他政黨的義工 是強很多的 所以我們要怎樣 補我們所謂 資源不足 或者經驗不足的 弱點呢 就是真是透過我們 真是說的正確 以及有那個 道德感召夠強 令到那些義工 他們的主動性 強很多 也肯定 幫你花更多的時間 去補救 這是我看到 挺有趣的現象 因為就是 那些義工 你想像不到 他們有多主動 和多支持 我們比普通 就是民主黨的義工 其實就做了 你當然 當然個別義工的主動性 這個絕對不懷疑 還有看到他們的投入感 但是你真的一到選舉 是的 嘩 你去到那個票站 我們一個票站 那個義工可能 三個五個七個十個 已經很多了 嘩 民建聯工聯會 一個票站的義工 過百的 過百的 隨時是 就是你見到那個 就是 強弱懸殊 還有那些義工的組織 譬如很簡單 他們早上七八點來到 就兩個夾 一個就上樓 夾一些老人家下來投票 是 你有些老人院那些 譬如你有二百個老人院 在裡面那些 他就整個百人裡面 一批一批 附會下來投票 就是你見到 那些組織動員票 是嚇到你傻的 是吧 那跟著 當然透過他的系統 婦女會 方眾會 居民會 青年會 跟著又同鄉會 跟著又其他工會的系統 嘩 跟著打電話去動員下來投票 就是 你到12點已經開始呆了 地區上 嘩 平時不見人家做事的 但是一動員就可以 譬如你好像很威風 網上最大的說 嘩 網上兇了 是吧 網上世界 某個程度上是個虛擬世界 那你 即是不少人 我也認識不少朋友 在網上世界很開心 很自滿 也都是很滿足 即是覺得很自豪 是吧 但一到地區 你是老幾 是啊 沒有的 是完全兩個世界 這個是真的 那你怎樣令到 部分人民 你兩個朋友 特別是在網上已經生活得很開心 生活得很暢快 很滿足 即是怎樣將它 在這個虛擬世界裏面 將它帶回到人間 這些事情 都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 就是 跟不同的組織 尤其是特別很多 你也知道我們很多新參與 譬如區選好 甚至是政治活動也好 的朋友 都是比較年輕 很多時候我見到 他們都會說 雖然我自己都是心病 就是說 你寧願要勤力一點 真的要下去 要感受到 那個你在網上所謂得到的支持 和你在區也得到支持 那個差別 你只要下兩三次 你就會知道 到你下兩三次知道之後 你就會開始害怕 到你開始害怕的時候 如果 即是我們 不少參與 我們的選舉運動 或者支持者 有一個這樣的 如何 驅脅案 唯有一個做法 就是他們可能要 要多一些 第一 要多一些區 或者是做地區活動 第二 其實也是一樣 有很多時候 不只是自己下去 是有用的 我覺得 在組織的義工團隊 我們當然不會 工聯會 民建聯那麼多人 但是 我們其實真的 有很多辭職 在散布全香港 不同的區 問題是 如何有效地 去組織 起他們這一幫 因為我覺得 現在我見到 很多 三月區選的朋友 都是很鬆散地 去組織的義工 有空就上網 吹一下雞 但是其實 不是太吹到 還不知道 人家在哪裏 所以 都真的 可能要用一些 最傳統的方法 例如見面 去跟他們說服一下 街坊 甚至見到義工說 整個部署會是這樣的 希望他會知道 你什麼時候下區 下區的部署是怎樣 然後有個時間 比 剛才你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 在網上我們有些 參選人 已經吹雞了 或者是有沒有義工 在網上很積極去吹的 是 但是他下區 似乎跟群眾 建立不了關係 是 這個是一個問題 是嗎 因為網上吹容易 哈哈 因為容易 其實很簡單 任何容易的事情 都是會先做的 其實 吹沒有什麼效果 是 效果極低微的 但是你下區那裡 跟群眾接觸 透過你的表現 透過你的論述 嗯 透過你表達 就是一個友善的態度 有時候透過這些接觸 累積下去的話 是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就慢慢建立到群眾 找到義工 但是我看到人民的朋友 下區半年 嗯 找不到新義工 是 這個是一個問題 都是靠原本那個 那個 是吧 下區半年 是吧 你又動了那麼多站 就是那個 是不是仍然 人民力量其中一個 候選人最大的問題 是 不少人次仍然是 落於 生活在那個虛擬世界 都是的 就是落於 在那個網上的訊息傳遞 尋求快樂 都是去學習 基層地區 如果你問我這個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 是的 但是 沒有辦法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 人民力量本身成立 可以 為什麼一開始 動員到那麼多人 說實際上我們 我們成立了幾個月 為什麼動員到那麼多人的原因 那個起源 就是因為是靠 網上世界 那裡動員 所以呢 難以避免的 就是他們始終會 在那裡做了功夫先 還有 只要覺得 在網上世界 做到功夫 就可以了 那你也說過 其實是 不會太好 所以 反過來講 我們怎麼看 這個區議會選舉呢 其實 第一就是 我們區議會選舉說過 你也經常說 你也經常說 我剛才都說 其實會透過這個選舉 去reach多些 在網上世界 或者我們未必接觸到的群眾 將我們的理念 帶出去 第二就是 這也是對於我們 是一個練兵來的 其實可以說 是將他們從一個 虛擬世界 我們支持者 甚至參選人 拉回到一個 現實世界 一個過程來的 當他 譬如可能 老實說 當他參選最後 是因為實際 沒有做得太多 如果那個地區工作 或者那個connection 跟當區市民不夠 或者 出來的票數很少 那你就會有一個 很殘酷的現實 就會 用一個face 即英文用一個face 就會明白 原來是不夠的 我們在長遠的發展來講 就會 大家知道 有什麼功夫 有什麼不足夠的 缺失要做的地方 所以這個最好 最理想的 當然是 每個人都可以 像你一樣 可以跟所有群眾建立 但是我覺得 以我們這麼短的 成立的政權來講 再加上本身 我們敢召倒來 參選的人 都可能本身是靠 譬如網上 或者我們一些論述 而不是靠主流傳媒的話 我覺得 甚至這次區議會選舉 都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剛才你最早的時候 我們談到 透過這次選舉 那個主流傳媒的對待 你最近還有幾個機會 一個是亞視的英文台 沒錯 就是Michael Giugani 那個訪問 然後也看到 商台也很憂待你 商台 給了15分鐘 你有沒有聽回 我還沒聽 但你似乎覺得 可以透過這個主流傳媒 有機會是 是演繹和表述到 人民力量的立場 就是你覺得 這個主流傳媒 是否真正正正 給了一個機會 你去做 還是想透過這個機會 進一步想踩倒人民力量 你問我 他是想透過這個東西 進一步來踩倒人民力量 他的用心是這樣的 但即使是這樣 我會覺得 我們都是要 希望你用這些機會 去打破這些缺口 我覺得 例如李慧玲 明明跟我們 是完全過不去的 但是 昨天 譬如昨天的節目 他真的給我15分鐘 我不是他想說服他的 我是想說服 在聽他節目 旁邊的那些的士司機 或者在家裡 聽緊張機 那些家庭主婦 只要我的說法裏面 不一定過過那班我們 有一半三成 甚至一成的人 聽到 原來其實你說的話 是不來的 對我們來說已經足夠 所以 都 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之下 最好 如果我們有主流傳媒 起碼 不公平的對對 那就當然已經贏了 以我們的論述 對吧 但即使在這麼打壓的情況之下 如果有這樣的機會 我想我們都 你問我我自己 我也覺得是應該可以利用 而且覺得我們 不少參選人 你知道我們精英多 對吧大家 精英之一有機會 就有機會可以打得出 我覺得 所以我會鼓勵 透過這個區議會選舉 可以在主流傳媒上 將我們的說法說出來 有機會的 都說 至於會不會是吃虧呢 我覺得 有時候都要搏一搏 如果不是的話 你會有機會 透過這個主流傳媒 你覺得有哪幾個訊息 你覺得群眾 是應該接收到的 我覺得 有幾個訊息 應該接收到的 第一就是 為何要在區議會參選 為何要追擊民主党 民協 這個票借票償 這個說法 真的一定要帶出來 這是第一 一定要說明 為何要參選 為何要組織 為何要這麼多人參選 第二就是一定要將 我們當 那個 五區 五區政改方案 怎樣可以 拿回去 就是 拿回去 我們這次參選的目的 告訴給選民 或者很多香港市民 有些其實他們不知道 就是當初 民主黨的民協 或者政府的政改方案 怎樣不堪 和不民主 我覺得 這個是 希望可以透過這些 所有傳媒可以帶出來的訊息 第三就是 這個是可能下一步 暫時沒有很大規模這樣做 就是其實 要告訴很多 始終香港仍然是大部分的選民 是支持 比較多是支持泛民 或者民主 就是爭取民主 怎樣告訴這幫選民 其實是時候要 要找一批新的人出來 去帶領或者參與民主運動 再和中共去爭取香港的民主 而不再靠舊一批 那這個點 沒有機會帶出來 但我相信 在之後的論壇 應該會 繼續有機會 我們聽到 劉翁想透過主流傳媒 傳遞到這個訊息 那至於 那個 效果是怎樣呢 那我們就 拭目以待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 就會講講 人民力量64個人參選 那個情況是怎樣